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们又上课了。今天将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清单课程的第四课时,关于清单三大类别当中的检查清单。 在这之前,我们依然按照惯例,简单地回顾一下上一课时的内容。 在上一课时中,我们分享的是关于代办事项清单。代办事项清单是否有用,关键在于你是偶尔能列一下,还是在任何时候都养成清空大脑的习惯呢? 所谓的清空大脑就是把所有盘踞在你脑海中悬而未决的事情都记录到你的代办事项的收集箱当中。 这个收集箱就是一份专门收集代办事项的清单。 清空大脑的操作,一方面它需要你养成随时记录的习惯,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间段,比如每周,来对近期需要处理的代办事项进行集中式的清空。 在上一课时之后,有同学问我,老师,我做了清空大脑的工作,把所有的代办事项都列了出来,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对它们进行管理,感觉好混乱啊。 关于这个问题,请大家别急,我会在工具课时以及后期如何使用清单来进行时间管理的课程当中,来详细地告诉大家我的方法体系。 OK,上一课时的回顾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今天的这一课时中,我们就来说说检查清单。 关于检查清单呢,我将告诉你这些内容。 第一,什么是检查清单? 第二,如何列检查清单? 最后呢,再告诉大家如何善用自己列出的检查清单。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检查清单? 检查清单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是我在万达广场的卫生间里拍的。 在这份检查清单当中,列出了在什么时间节点需要检查哪些地方是否打扫干净,打扫的人又是谁。 虽然这只是一份最简单的清单,但是无疑它的作用是巨大的。 一方面,它可以让商场的领导们直接看到打扫卫生的进展情况。 另一方面呢,它又可以告诉清洁人员哪些地方是清洁的重点。 几乎所有的重要行业也都在使用检查清单。 飞行员不可能在没有检查清单的情况下起飞。 医院里的每位护士呢,都有一份检查清单来记录每位病人的护理情况。 而我自己也列了大量的检查清单。 我的书桌上有一份桌面应该保持的整洁程度的清单。 门口有一份出门应该带的物品清单。 嘟嘟的玩具架上也贴了一份玩具归位的检查清单。 就连今年六月的时候,我所选择的装修公司都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业主家里的门口贴了一份每天收工时必须要检查的工作的检查清单。 简单来说,检查清单就是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凭证。 通过这个凭证,我们可以核对所有这些需要准备的事物是否准备完成。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事物最佳状态的参照。 有了这个参照,我们可以避免遗忘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 通常呢,检查清单当中的项目是不注重顺序的。 我们可以在检查清单当中随意排列事物的顺序,只要能够全部准备完成就行。 有顺序的检查清单就是流程清单。 这是我们下一课室当中将要分享的内容。 关于检查清单,可能有人会问,这不是很简单吗? 这种方式真的有效吗? 仅仅是一份这样的检查清单,就能够提升我做事的正确率吗? 那么,我们来看看检查清单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吧。 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名为卡拉奇的贫民库,这里住着400多万人,那儿可以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了。 多年的贫穷和食物短缺,让30%到40%的儿童营养不良。 街道污水横流,几乎所有的水源都被污染了,每十个小孩当中就会有一个活不过五岁。 主要的死因是腹泻和急性的呼吸道感染。 当时的专家们想了很多方法,想缓解这样的情况,比如建立新的供水系统和排污系统,或者修建更加科学的厕所。 但是,这些项目无疑耗资巨大,而且所花费的时间都相当的长。 最后,一位年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卢比,他想到了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 当时,日用消费品巨头保洁公司刚刚研发出了一款新型的抗菌香皂,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舒服夹。 他们迫切地想要证明这种新产品的功效。 所以,卢比让保洁提供了一批这样的香皂,免费地发放给贫民库的居民。 然后,卢比通过一份检查清单告诉了居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香皂。 他们鼓励人们在六种情况下使用香皂。 每天用香皂洗一次澡,每次大便之后,擦拭婴儿的时候,或是在吃饭、做饭之前,以及给他人喂食之前,都要使用香皂洗手。 最后,这一简单的行为使当地儿童的腹血发病率降低了52%,肺炎的发病率下降了48%,而龙肿这种皮肤细菌感染的发病率下降了35%。 这看似是香皂的功效,对吧? 但其实不是的,早在发放香皂之前,卡拉切的居民就已经在使用香皂,而且所有的这些香皂,他们的功效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呢,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香皂,以及何时来使用。 而这份告诉大家在何时使用的检查清单,为人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了解检查清单之后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列检查清单? 既然检查清单的力量如此之大,很多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要怎么列清单,才能发挥出如此大的威力呢? 其实,这个问题纯属多于这里,我用一个案例来告诉大家。 在2001年,美国霍普金斯医院一位名叫Peter的重症监护专家决定试验一种为医生准备了清单。 他在数百种操作当中挑选了一种进行实验,那就是防止中心静脉治管感染。 正是这种感染,每年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 Peter把防止插入中心静脉治管引发感染的步骤写在一张纸上。 这些步骤有多简单呢?我给大家练一下。 第一项,用消毒罩消毒。 第二,用颅以定消毒液对病人的皮肤进行消毒。 第三,给病人的整个身体盖上无菌手术单。 第四,戴上医用帽、医用口罩、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 最后一步,带导管插入后,再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 很简单,对吧?几乎这是每个医生都知道的操作呀。 很多医生甚至感觉这样很傻,但是当这份检查清单被强制打勾执行15个月后,调查结果显示,医生三分之一以上的操作都不够规范,他们至少跳过了一个步骤。 在此期间,只发生了两起至关感染。 统计显示,在霍普金斯医院清单的实施,共防止了43项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并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的成本。 所以,在列检查清单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用去考虑怎么才能把清单搞得高大上。 简单一懂就行。但是,一份好的检查清单却需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出错的环节,并且单独为它写上批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列一份检查清单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我列检查清单的步骤分为三步。 第一步,快速挪裂。 第二步,分门别类。 第三步,拓展分类。 这每一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我来为大家详细说明。 现在,我们设定一个场景。 现在,我要出去旅行。 我需要一份需要携带物品的检查清单。 按照这个步骤,我会怎么来挪裂呢? 第一步,快速挪裂。 当我要列这个清单的时候,我很清楚旅行当中需要很多携带的物品,对吧? 所以,我把这些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的东西给记录下来。 比如,护照,身份证,Kindle电子书,照相机,还有冲锋衣,藏备的药品等等。 这一步,其实也只需要花费我们一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罗列出来。 按照常人的想法,我想就这一步,就能把所有的东西列出来。 那么,为什么我的方法会分为这三个步骤呢? 因为,这样的方法非常容易遗漏物品,想想你出门的时候,都忘了哪些物品吧? 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列出十来项物品之后,停下来,进行第二步操作,分门别类。 在这一步,我会把刚才列出来的物品,进行一个分类。 比如说,护照,身份证,这是证件,对吧? OK,把证件,这个类别写下来。 Kindle,照相机,iPad,这些是电子产品,对吧? OK,写下这个类别。 接下来,还有衣物,这也是一个类别。 就这样,可以写下很多的分类。 而药品,它不属于任何分类,因为它同类的东西太少了。 所以,我们为它建立一个额外的类别,其他吧。 最后一步,拓展类别。 我们需要对照所列出来的这些分类,花一些时间去思考。 这个类别下,我还有哪些物品是需要携带的。 甚至,可以在房间里转一下,看一下。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在于,可以在列检查清单的时候,让脑子里的物品更加的具体。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具体的力量,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现在,请你拿出一张纸,写下两项内容。 第一,尽量写下所有你能够想到的白色的东西。 第二,尽量写下所有你能够在你冰箱里找到的白色的东西。 听到这儿,你可以暂停一下,完成这项实验之后,再继续收听。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在这两个步骤当中列出的数量都是接近的。 这项结果很惊人,因为我们的冰箱里并没有包含整个宇宙当中的东西。 即使在步骤一当中写出比较多东西的人,也会觉得冰箱的那一题打起来更加的容易。 这也就是我把列检查清单分为三个步骤的原因。 其实,这些步骤还应该有下一个步骤,那就是不断更新。 列所有清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该秉出一个观念,那就是完美主义。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第一次就能把清单列得十分完美,这样一来,可能导致拖延症,根本不想去列这份清单。 殊不知,很多事情都是先完成,再做到完美,就像Facebook的那句座右铭一样,完成好过完美。 所以,在列任何清单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一次性追求完美,追求大而全,而需要先列出来,再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去完善它。 在这份旅行物品的检查清单当中,甚至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分级,它就像是行李箱一样。 我们知道,行李箱通常分为20寸,24寸和28寸的,如果我们只是出门一两天,那带一个20寸的行李箱就满足了。 而如果是一周,或许我们需要携带的物品更多,那可能需要携带28寸的行李箱。 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携带物品的数量不同,做一个分级,列出三种不同场合的旅行检查清单。 同样,这样的思维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比如,对于你的客户可以做哪些分级,每个级别需要做哪些维护工作,把它们列成一项检查清单。 再比如,在生活中,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对它们也进行分级,分别列出一份检查清单。 检查清单并不仅仅是物品,甚至可以是一些针对自己的准则或者是事项。 比如,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就有一份投资原则的检查清单。 每次有项目需要投资的时候,芒格都会拿出这份清单来审视这个项目是否满足清单当中的每一个选项,否则就不会投资。 再比如说我,还有一种特别奇葩的清单,就是自己的底线检查清单。 这是我在嘟嘟出生以后才开始记录的一种清单类型。 作为父母,我们总是想把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对吧?这是人的天性。 所以,当爹之后我想了很多,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想给他很多东西,但从来没想过哪些东西不能给他。 所以,我列了一个清单,名为嘟嘟成长过程当中的底线。 这个清单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不强迫嘟嘟上自己不喜欢的兴趣班,不让嘟嘟参加节假日补课, 每年至少带嘟嘟出审或者是出国有一次,不给予超越自己能力的东西,比如五万亿年以上的幼儿园。 最后,当我们把检查清单列完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善用它,这里告诉大家几个技巧。 首先,重要的检查清单,我们不应该只是把它对照进行检查,还应该有一些行为去象征完成操作。 通常呢,我们可以每完成一个项目的检查或准备过后,就打一个勾,这可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哦。 如果是纸质清单,那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笔来打勾,这样可以重复使用一份清单,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复印几份。 而如果是软件或者APP上记录的检查清单,那就方便多了,我们可以把一份清单直接当作模板,多次使用,每次使用的时候呢,都复制一份。 其次,把特定场合的检查清单都放在能够触发的场景之下,比如我在书桌上贴的收拾书桌的检查清单,在门口贴的出门必须携带的物品清单,等等。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检查清单的分享,现在,如果你有需要准备的物品或者是事项什么的,不妨尝试着列一份这样的检查清单吧。 我们今天的课时就到这里,下一课时当中,我将为大家介绍清单最后的一个类别,流程清单。 OK,我是清单控沙流,我们下次课时再见。